不啦 面对孙孝钦 身体对抗之后的中距离也完成 突破 赏篮打进 这球就是利用速度 卢鹏宇在防外员的时候 尤其是这种小 这个如果给深圳队防守反击的机会的话 那这比赛就很难打 因为深圳就是一个防反特别出所球的 主名这三分好的 有点远投命中 没有什么疑问 碎容器也是 来看一看春节大战这场比赛 接着结球 不了 给到好的焦泊桥 今天对焦泊桥考表太放松了吧 这种球广队其实可以接受的 因为这种球效率不算特别的高 看时间出了 最后压哨的抛头命中了 1.5秒 他从三分线外一步运到中线附近 白红线里 三连结是可以这样用 但是你如果每一弓都这样用的话 效率就不很高 你看回来之后布朗能单打 这是三次出转 而且风轻只打了算四分钟 现在那个战术还是 布朗一个假动作 又晃起来再往篮下杀 现在没有任何的护框是真的 趁着这道时间口中那也就 布朗又是大跳投 没有防守啊 布朗今天这是开花了 内外两 你在这看这个防守 适当性的就是 下半场首发还是上了贺西宁 是下了卢蓬宇 还有顾全 布朗一对一的抢断 反击轻松把牢给放进 哦 中距离 左路的突破布朗一开了 好的 抛头冰冻 直接给到篮下 周蓬 这个球顶的很不错啊 三打二的机会 基地给到少篮打进 全场再度被拉开了一点 给到郭凯了 终于下连接还是不太去防死这个远头啊 然后之后布朗来在三分试试 三分打进 这应该是十五分 外盘这一下差点失误 又出现了失误 陈英俊的抢断反击给到布朗上篮 打进 拿开了一打一 原队大林杰 是投篮吧 是 大林杰确实给面子 一点不错